据陕西网报道,11月23日,陕西榆林 家住镜边的严女士在榆林二院拔智齿,却不想却因此破了像 原来医生在为其手术的过程中手术刀不慎割伤其嘴角,给她面部留下缝和伤痕 据严女士讲,当时自己的牙还没拔出来,嘴就被割伤了 医生只好先把伤口缝住后再拔牙,拔完牙后由于伤口撕裂又缝了一回针 随后,严女士拒绝了榆林二院的治疗建议选择去西安治疗 然而,在西安西京医院,医生告诉严女士,伤口问题不大,但肯定会留疤 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只能等伤口好了以后再想办法进行驱疤 记者致电于林二院了解此事,院方表示该事件以上报于林第三方医疗纠纷人民调节委员会进行调解 后续赔偿问题将以第三方医疗纠纷人民调节委员会的结论为准 事情发生至今已经快一个月了,由于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 该事件仍未妥善处理